马上 我们既然是吐槽大会 所以还是有主咖的 今天的主咖 黄毅小姐 你不得不说 黄毅这些年真的 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命苦 太惨了 他出现的所有新闻 你看着都觉得完蛋了 这生活崩溃了 家暴啊 离婚啊 抚养权啊 全是这 全是家里面乱七八糟 无解的那些事 但是黄毅你很幸运 这次接到了吐槽大会的邀请 黄毅 看我 向我学习 一个被吐槽大会这个节目 改变了命运的人 所以黄毅 加油 改变命运的一刻到来了 掌声有请今天的主咖 黄毅 加油 来来来来 我觉得音乐没有问题 就看他咯 他可以站过档格 给你们鞠个锅 哎呀 我觉得太难了 大家好 我是苦命女人 黄毅 按你们这个说法 我不应该叫黄毅 我应该叫黄连 真没想到这么多年 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场吐槽大会 不过都是小场面 这些人说得再过分 还能有我前夫过分吗 没有没有 既然这样了 就别提了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人已经进去了 蛋壳 你好 我俩是第一次见面 弟弟你好 我知道你是一个说唱歌手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说唱 我还会唱呢 老子吃火锅 你吃火锅底料 蛋壳 你听过这首歌吗 可红了 你唱过什么歌呢 不过没唱过也没关系 我唱这首歌啊 不是为了让你难受的 我就是想告诉你 火锅底料真的很好吃 特别是海间火锅 at me 火锅底料 各种口味应有尽有 可好吃了 随时随地吃遍世界风味 不管什么beef 都能给你涮了 我知道你们认识 还有些过姐 姐呢也是个过来人 其实年轻的时候啊 有些恩恩怨怨很正常 长大了 长大了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秦浩 秦浩姐夫 我特别羡慕的一个演员 不仅事业好 婚姻也很幸福 依能静比秦浩大十几岁吧 不向我命苦 尚错花轿嫁错郎 秦浩是上对花轿嫁对娘 现在两个人 过得特别幸福 每次情人节的时候 秦浩都送依能静 很多康奈欣 康奈欣是送给母亲的吗 是妈妈的 妈妈的送给妈妈的 我那是真的羡慕 因为我的婚姻 大家说到现在了 都说特别失败 就网友说 你得学学医能静 看看人家怎么经营家庭的 嘿 我就郁闷了 他这么优秀的家庭 经营的好 算什么本事呢 有本事 让他来我家庭经营经营 营业执照都给你吊销了 宋老师 作为一个编剧 一直在努力反抄袭 特别让人敬佩 可是 作为一个编剧 你光不抄袭有什么用 你得有好作品啊 你知道谁还不抄袭吗 我二舅也不抄袭 我二舅真是个好编剧 这是我本集最喜欢的段子 因为 谁叫二舅 谁叫二舅 即将登上热搜 马思纯 纯串 小小年纪就得了影后 看看我的人生 再看看马思纯的人生 我真的是幡然醒悟 女人真的不能靠男人 得靠女人 周冬雨真是个好女人 纯串 千万不要因为大家 拿你跟周冬雨比较 你就有压力 等哪天 大家拿你跟马苏比了 那你就知道什么是意欲了 我就是这么意欲的 我和马苏呢 我俩一起上了一个演员的节目 在里面 我们年龄最大 混得最差 我呢 也就算了 马苏你可是三料事后啊 很少有一个演员 拿了这么多奖 还那么不受人尊重呢 你说你也没离过婚 你也没有出过轨 你就因为话多 把你害成这样了 太倒霉了 哎呀 你要是个哑巴就好了 我退太晚 哈哈 这个太好玩了 不行 本黄连拒绝你当哑巴 这么些年 经历了很多事啊 其实我现在的心态 跟各方面都挺好的 就是凡事不要跟别人比 你比得了吗 人家女演员 都到人到中年戏就少了 我是一结婚 戏就没了 人家天天在镜头前秀恩爱 我天天在镜头前普法 大家都说 我是一副好牌 打得稀巴烂 但我觉得好坏都是我 我所有那些好牌 我所获得一切 也都是曾经 我自己亲手抓的 也不是 前夫是警察抓的 谢谢大家 谢谢人民警察 我是黄毅 不管你怎么说我 我总能找到这件事 或者这个挫折里边的一丝希望 然后我就会变得很阳光灿烂 因为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再次把掌声送给黄毅 谢谢黄毅的表演 这音乐还挺好听的 付五付 是 能拉分 能拉票 起码多三票 你这衣服挺好看 又加五票 又加五票 好嘞 音乐也坏了 你们俩 为什么最后人家谢谢人民警察的时候 你差点摔呢 因为效果文化 也要感谢人民警察 赶紧先锁票 对 忘了锁票 来 3 2 1 1